大家好,歡迎來到2K的視頻 今天我們有玩一些刺激的東西 打完每屆一個月就塞走 東西部分區第一球隊中 總評最高的球員 結果會如何呢? 我們就從新桌櫃第一天 10月22日開始計劃 一個月之後,即11月22日 我們就會執行這個規則 要注意的是,炒魷魚是沒有截止日的 所以在交易截止日之後 我們都會繼續執行這個規則 直到3月22日才會結束 要補充的是,如果一隊球 連續兩個月都是分區第一 我們一樣會繼續塞走他們總評最高的球員 即是連續兩次炒魷魚 所以今期的話肯定很刺激的 喜歡這個題材的話可以幫我點個讚的 其實炒魷魚只不過是一個前戲 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看球星之後的走向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去模擬一個月 一個月就過去了 是時候要實施我們的規則 看看 東部第一是波士頓賽爾大人 而西部第一是洛杉基湖人 要比賽的兩位球星 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Jason Tatum 以及納邦詹斯 那就好看了 大家猜猜 納邦詹斯的下一站會在哪裡呢 Jason Tatum的下一站 又會在哪裡呢 我們稍後揭曉 看到納邦詹斯的話 最後選擇了沙城帝王這隊球 沙城帝王這隊 沙城帝王這個賽季的話 很有可能就入到這個季後賽 甚至是成為有力的競爭隊5-1 而洛杉基湖人這邊 沒有了納邦詹斯 他們的應對方法 是簽下了Jason Tatum 嘩這個真是搞笑 這個紫選的辦法又相當不錯 你看到我已經把Jason Tatum的位置 就改了去小前鋒 所以沒有了納邦詹斯 就換回Jason Tatum 都是有些虧的 總平常有些虧的 但是又不算是太虧的 阿湖人好厲害 這邊又一個月過去了 現在是12月22日 再看戰績的話 麥爾族公佬 東部第一 洛杉基湖人 哎呀 連續兩個月的分區第一 搞笑了 首先字母哥 到你了 然後AD 我看你洛杉基湖人 這次還怎樣指選 我看一下你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看 字母哥和戴維斯下一站 會在哪裡呢 看到了 字母哥這邊就選擇 和丹佛金塊做事 他們這邊就要組一個 國際三巨頭 一個加拿大的 一個塞爾維亞的 一個希臘的 而龍眉這邊的話 他就來了這個 明尼蘇達木朗的 他就聯手唐生 聯手Dianne Russell 嗯 這樣的話 我覺得 下一隊變成西部第一的 說不定是丹佛金塊 也像 好了 又一個月過了 繼續做事 看看 東部第一的 又是菠菜 你和胡云真是 一鬼樣的 而西部第一的話 就變成LAC快艇 那菠菜的話 要比賽的就是金包和家 那LAC的話 就 麵攤佬 唉 麵攤佬的下一站 又會在哪裏呢 好啦 那我們就見到 金包和家 是選擇了 和麥爾旺機公佬續約 那麥爾旺機公佬這邊的話 都叫做輕微 這樣指一指這個選 但是菠菜這邊就搞笑了 唉 又沒有了金包和家 又沒有了這個 這個Jason Tatum 怎麼辦 只剩一個麵攤佬 啊 都OK 你不要說 菠菜和胡云這些隊 他應對這些情況 好像都有一套 真是 真是厲害 那現在的菠菜好像 又有得打了 唉 真是搞笑 好啦 又過了一個月了 現在已經來到2月22號 又看看 東部第一的 依然是波士頓賽爾特人 而西部第一的 依然是這個LAC快艇 那 搞笑了 其實這次要裁的球員 都是快艇的 麵攤佬 以及這個 保羅佐治 真的搞笑了 你們在自由球員市場 都要做隊友嗎 好啦 我給大家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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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走過了波士頓賽爾特人 接替了麵攤佬的衣服 接著麵攤佬 走過了LAC 接替了保羅佐治的衣服 喂 你們兩個是不是倒好了 怎麼搞笑 波塞你真的 大難不死 你每次都大難不死 換來換去 你還是有人扔著 我真的服了波士頓賽爾特人 這邊無意到了3月22日 我們要實施最後一次炒魷魚 東部第一依然是波賽 第幾次 第四次 西部第一就變成丹佛金法 我也講過了 丹佛金法的陣容是挺厲害的 保羅佐治 你打了一個月波 又要走人了 我看看你波賽這次又找誰 應該就不行了 丹佛金法這邊就是字母哥 你跟麵攤佬一樣 都是要兩次搬家的 好了我們看到了 字母哥最後來到鳳凰城太陽 他就會帶著這群年輕人 而他原先所在的球隊 丹佛金法 就撿了保羅佐治回來 保羅佐治的話 都蠻會找碼頭的 現在丹佛的種子很高 現在就排到分區第一 所以他來這裡其實是一個好的選擇 反而 字母哥來到鳳凰城太陽的話 嘩 嘩 字母哥 你那份一年的合同 你就是完全不想打play off 是不是身體肥膚 好了不管那麼多 剩下時間我們無疑 好了 最後錯誤結束 果然盧卡當石成為了大贏家 因為他的競爭對手 字母哥就頻繁搬家 武人大組一身手 老基治組一第六人 DPOY是面炭老的 雖然說輾轉了兩間俱樂部 但他依然是DPOY的 看看吧 看看這個詳細的戰績 東部方面 波賽最尾 依然是保持著1號種子的位置 功錄沒有字母哥就排到第五 其他的話就差不多了 而西區方面 雖然最後送走了這個字母哥 但也換回保羅佐治 所以丹佛金快實力 是有真無減的 反而LAC 現在又是家破人亡系列 今週勇士靜聖雞 一直都不爆上去第一這個位置 保持著居里 OKC排到第四 另外牛仔是第七 烏印洲 他又坐沒得打 詹姆士也一樣 他又坐沒得打 對呀龍眉反而是迫了進去 最後跑在第八的位置 OK 那我們就模擬這個冠狗賽了 大家看好哪一隊 我覺得的話 應該都是丹佛金快的 咦 沒事 測路人第一個 跟著甘州勇士 跟著騎士 跟著魔術 跟著巫師 跟著OKC 跟著快艇 啊丹佛金快被導彈 唉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我的錯 我的錯 下一回合 哇波賽還有啊 啊屌你波賽真的厲害 即是怎樣交易走 他都 還是這麼厲害 波賽 又被我打死了 唉不好意思 唉今天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唉 就是開口中 唉不好意思 剩下是 哇 西部決賽7號種子打8號種子 跟著牛仔打這個速龍 咦 咦 好看喔 2K最大的寵兒 VS2K20最大的WG 那我們當然要看一場 究竟 是這個寵兒厲害 還是這個Bug 這個龍卡當石厲害 看一場 先看一場 兩邊的陣容是沒有變過的 沒錯 沒有變過的 是兩隊 即是沒有受到炒魷魚影響的球隊 最後是入到Final 第四節開始 速龍暫時領先1分 施亞金的顏射不入耶 見到細居里這邊手感冰涼 但是鬆左股沒問題 就給到卡里斯坦 接下來了一回合 大家沒得分 這邊施亞金又給卡里斯坦 一個釘板大帽 跟著盧卡當石 有一抽二都沒問題 大家都知道 在模擬裡面 盧卡當石是很厲害的 是很無解 但是入場的話 比起字母哥差點意思 但是他今晚打得不錯 已經拿了21分 衝龍這一邊 一個移動單檔 還是施亞金 第四節開始 夢遊一樣的表現 接著來的時間 就到范卓頓發力 他率先打破僵局 三線快攻的情況 又給到施亞金 第四節上來 真是遊魂狀態 選擇一個fade away 還是沒有 當然 這些都是拜這個2K所託 如果是真人的話 當然是不會這麼傻 這邊牛仔進攻 見到盧卡當石 就錯位 打范卓頓 兩個當家球星之間的對決 沒錯 是當家球星 相信我 這場球 范卓頓確實打得不錯 盧卡當石 已經拿了22分 全隊才拿了40多分 拿了一半以上 接著看到 下來 放到阿妞 給伊巴卡 伊巴卡果然是很長 我在說一隻手 盧卡當石 盧卡當石的爆船 最後換手 左手放藍 Green 接著下一個回合 還是盧卡當石 1抽2 1抽3 1抽4 1抽5 都來了 最後被他找到出手機會 其實都算是這樣 但這邊就不進了 O.G.A.N.U.B. 熟到底角的Noelle 踩了進去一步 Long 2有的 好了 一轉眼比賽 剩下1分多 這邊盧卡當石 一個step back 雖然要喝街得樂 但也有的 他今天確實發揮得不錯 回過頭來 速龍這邊 打個戰術 范卓頓 Wild Open的3分 炒粉 但是不要緊 Jaden Brunson 單打 Kyle Lowry 都來到這個位 還要踩界 最精彩的比賽 好了 不說下一句了 范卓頓又一個Wild Open的機會 Long 2 命中 回過頭來 盧卡當石 一個標準的字母哥戰術 但是字母哥衝進去 你後撤步 唉 那當然不同 范卓頓 1抽1 對著盧卡當石 專身 Double Clash 也有 唉 所以就說是當家的球星 好了 時間到結束了 Hardway 發給新機 給到Jalen Brunson Jalen Brunson 嘩 要掉了 沒有掉 給盧卡當石 背打范卓頓 Double Team Jalen Brunson Wild Open的3分 為什麼要Double Team 不過不Double Team 又是蠻蠻蠻蠻蠻蠻蠻的 最後28.6秒 看看怎樣炮 都還沒說完 又叫一次Timeout 喂 你不要這樣浪費Timeout 6-1當石你做什麼 剛才都沒有打過球 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為什麼好像他進了一個絕殺球 其實這個Timeout叫得很迷 就是 你什麼都沒有做 你這樣浪費Timeout 如果待會你不進的話 就 就大了 下來 犯了一堆跑位 但是沒有Wild Open 又是高位的雙眼戶戰術 下來 包上去 捉住這個浮身機 不是 給到伊巴卡 嘩 這個波老實說 有點主場雞 太伊巴卡的罰球 嗯 第一發炒粉 所以剛才你那個Timeout 就叫得有問題了 第二發 有的 但是沒有Timeout 要開始這個犯規戰術了 好了 那盧卡當石上線 第一發命中 第二發同 都是穩穩命中 分差來做3分 這個時候的話 因為沒有Timeout 我建議你們都不要搞什麼Quick 2 那些東西 直接搞個3分 范卓頓的3分 都是炒粉 那就問了 好了 Jaylen Brown想上線 第一發命中 第二發炒粉 但是都無關緊要 最後比分是55-51 但是達拉斯 Hold on 是誰入了3分 O.G.A.N.U.V.E 好像是 哎 真的 愛得太遲了 第五場球的話 牛仔是贏了一場的 看看最後這場球的數據 范卓頓就真的拼盡全力了 雖然最後3分 失靈 但是15分呢 你看看另外兩個當家的球星 施亞金和諾里 媽生兄弟一樣的數據 都是十頭三中的 這個表現想贏球 很難 那牛仔這邊的話 盧卡當石 其實有些頭籃不太好 但是他最後這個命中率 都是過了5成 那Jaylen Brown想 就命中了那個 非常之關鍵的3分 普森基斯今天 就拿了所有的籃板 那最後的話 就無意買了 剩下的比賽 我沒事 剛才那場球 楊的場子 多人多粗龍 成功為面 施亞金是最後的FMVP 剛才那場真的是幻角 其實看回他的總體命中率 三分波命中率 都還算過得去 那其實本身 2020年的優賽期 自由球員市場 是沒有什麼大魚的 但是 因為我們這個賽季 裁了很多人 就變得 哇 又麵炭佬 又LBJ 又字母哥等等等等 其實本身呢 就只有AD這條大魚 現在就不是了 魚缸裡面什麼魚都有 看看下一個賽季 誰成為最大的金魚佬 第二個賽季已經開打了一個月 我們馬上又要來炒魷魚 但是之前的話 先看看陣容方面 是有什麼變動的 大家比較留意的那幾個球員 快艇這邊 字母哥就來了 4年1.41億 老實說 不是太貴 但是這套陣容的話 字母哥你就可能要辛苦一點 而老英這邊 這邊就簽了保羅佐治 那這套陣容的話 我會看好錄影 接著的話 紐約力博這邊 他們是簽了金包和家 那他就搭葬米朝羅賓信 而護印這邊 啊 兜兜轉轉 都是發現 綠燦基的菜比較好吃 這些重新回歸 然後的話 胡瑟這邊 麵炭佬過來了 聯手他在LAC的時候 他的隊友 哈利爾呢 這個陣容其實都還算OK的 接著的話 火箭這一邊 這個陣容可能就是最強 他就簽了這個Jason Tatum 但是的話 你太強了 很容易會 即是待會就拿來炒魷魚 我覺得不是什麼好事 那次這一邊 紐約來了 兩年7,849萬 其餘的話 陣容是沒有變到的 有了上個賽季的經驗 你就知道了 那些球賽 應該說球隊太厲害的話 很容易球員就被人炒魷魚 所以火箭這個陣容是很強 但是我不認為他們可以拿到總冠軍 反而好像去年速龍一樣 收起來 最後才可以拿到總冠軍 哎不要說那麼多了 先看看 已經打了一個月了 那麼東部 哎呀 活塞第一 西部是這個丹佛金塊第一 所以要裁的球員 活塞這一邊 我先裁了這個金塊 肥仔水 你要來自由球員市場 活塞這一邊 那麼麵攤佬 唉又是麵攤佬 真是慘 你也是 來到自由球員市場 看看怎樣 這邊的話 又無語多了一個月 剛才忘記說麵攤佬 和這個肥仔水的去向 麵攤佬是選擇來閉城76人的 而這個肥仔水的話 他就選擇了加盟 喔 多倫多速龍 加盟 上年的總冠軍 OK 好了 現在我們再看看戰績 哎呀 麵攤佬對不下去了 為什麼你這麼慘 每個賽季都起碼要搬家幾次 又是你了 西區的話 我都說過 剛剛火箭 我都預料了 哎呀麵攤佬 唉呀 又是你了 麵攤佬 算了 你也沒有表情 有所謂的 火箭這邊就是下燈 看一看 好了 看到這次的話 麵攤佬就選擇是落戶鳳凰城 但是鳳凰城的陣容 你不要說是多強的 麵攤佬 你沒有買房產那些 哇 你要準備第三次 搬家到次 而這個下燈的話 就選擇是來這個 得到戶室 為什麼這麼巧的呢 得到戶室 剛剛開櫃的時候 就是麵攤佬所做的球隊 唉 真是搞笑 他們這個陣容是不錯的 所以下燈 你也可能要再次搬家 好了 又過了一個月 現在是1月的27日 看看 公布第一 喂 我沒有眼花吧 芝加哥公牛 喔 2Melo波來了 喔 這樣就不奇怪了 西部的話 還有剛才火箭 我都說的 火箭你弄齊了 現在連續掉走兩個球星 我所以都說的 開櫃排面實力強 就糟糕了 公牛這邊大佬是拉雲 然後火箭這邊就是Jason Tatum 沒錯 就是Jason Tatum 看到拉雲的話 就選擇落戶 孟菲斯 其實孟菲斯這個陣容是相當不錯的 而Jason Tatum這邊的話 就來到木狼 木狼這個陣容的話 不算太好 其實都OK的 但是看回戰績的話 Jason Tatum和拉雲 很有可能就告別了這個怪獸賽 為什麼 你看到 一個是頒獎 一個是副頒獎 一個是15勝 一個是16勝 大家都輸31場球 在競爭 這個全聯盟最差球隊的名額 當然啦 Ajun Tatum和拉雲過了之後 對他們擺爛就沒什麼好處 好了 又一個月過了 現在是2月27日 東部第一的話 是費成76人的 今天賽季第二次上榜 而西部第一的話 嘿 火箭 恭喜你啦 連Westbrook都沒有交 啊 等你開賽前 那麼老闆 現在死啦 什麼人都沒有啦 西蒙斯的話 你要R 火箭這一邊的話 就是Westbrook都沒有啦 那這隊球還剩下什麼人啊 還剩下Carvington做大佬 沒有啦火箭 一滴都沒有啦 好了 看到Westbrook的話 就把他的天賦 帶來夏陸特 但是這一套陣容的話 咦 又重建他的舊隊友 伊巴卡 而西蒙斯這一邊的話 就去挽救丹佛的球士 因為這個賽季 肥仔水就離開了球隊 又看到波波 咦 現在是從發展聯盟上調回來 招造不安的士氣 看到了 他長均的得分是有17.4分 絕對是一個野獸啦 2.2的新高 我之前都說過啦 好了 這邊的話就3月27日 賽季的最後一次炒魷魚來了 東部第一 哎呀慘啦 又是費城 今天賽季第三駱 而西部第一是螺螺 我就發現了一樣東西 對呀 金州勇士和達拉斯牛仔 是很懂得去輸球的 我就是一直在等著 即是裁阿居里 始終都沒有機會 我又一直在等著 裁這個盧卡當勢 又是始終都沒有機會 不錯啦 這兩隊球的GM 挺會玩 費城這一邊的話 就是做L&B 對了 忘記了原來他們還簽了米道頓 而這個 和我這一邊的話 就是差點Williamson 沒錯 就是差點Williamson 好了 看到做L&B的話 就選擇跟核酸潤火箭去簽約 雖然說叫做簽回90加個球員 但是跟賽季初相比呢 面目全非了 而那個 JRWilliamson 去了哪一隊呢 糟了 阿達蘭大老鷹啊 Trayang 保羅 佐治 JRWilliamson 卡比拿 John Collins 好耶好耶好耶 阿達蘭大老鷹 一直深藏公宇明 一直在扮豬 阿 就是要到龜肉賽吃老虎 你看看現在排題四的職 裝模作樣 裝模作樣 神經病 那就好耶 好了 第二個賽結束了 這個深藏公宇明的盧卡當石 還是獲得了MVP 想一想吧 最佳新手 最佳道人 終於回來了 你很久沒有回來 屎奧特 然後DPOY還是面貪佬的 好了 看一看 你看老鷹 你看金州勇士 狡猾到瘋了 一直在裝模作樣 我看一下你們這兩隊 我特別專注你們這兩隊 咦 攻六贏了一場 丹佛贏了一場 丹佛贏了兩場 然後2比2 都是2比2 咦 攻六3比2 阿達蘭大佬已經被淘汰 對不起 2K跟你說NO 你就是NO 今週勇士差一點 其他的話再看一下 唐鵝就差了 立方詹姆斯不錯 4比0 橫掃 其他的的話 我再看看 嗯 布魯坎南岸正常 第一隊活塞0比4 下燈過了去活塞 這個就有點冷滿 老實說西區 東區這邊都比較冷 繼續吧 今週 看看怎樣 表現這樣過了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會不會被OKC收拾呢 嗯 今週勇士被淘汰 常規賽這麼辛苦 扮豬 但是最後都吃不到老虎 好啦 立方詹姆斯又打了一個4比0 厲害 OK 對著他的好友 基斯寶羅 是怎樣 喔 OKC3比2 3比3 啊 差一點啊 立方詹姆斯 哇兩年的final 都有點奇怪 今年的話是OKC打 奇斯 來啊來啊來啊 我們再看多一場球 2比1 3比1 嘩 如果阿里布蘭騎士奪冠 這個真的 好奇怪的一個奇本 我們看看騎士的陣容 哎呀 又是你啊 祖蒙特 真是吊冤鬼 這樣追鬼著我 你小威一陣都不行的 就是都要提醒我 啊 真的啊 是要說 啊月初卿我是最厲害的 這樣 那看一下他的partner 聖盾 聖盾 聖盾你也是 你我發現你也是 經常跟著我的 我出什麼片都有你的 跟著其他的話 有K粒 TT OKC的陣容 應該還是原班人馬來的 SUA 基斯寶羅 對啊 還是原班人馬來的 看看這一場球 如果阿里布蘭騎士奪冠 的話 如果總門特有FMVP的話 你上升給他 第四支開始的時候 是打成35平 大家的得分都很低 這邊基斯寶羅 一段的插花 就要單打這個加蘭特 雖然身高可能差不多 但是敦位就有優勢 然後基斯寶羅有一個 底角VVP三分的機會 但是又炒粉 那邊騎士馬上打個快攻 Kelman Potter Jr. 擔著這個斯奴特都有 那麼下次進攻還是基斯寶羅 你已經掩護之後的急停跳投 就是他的招牌動作 好了 接拍來的時間 加蘭拉尼給阿當斯 祖夢特 一巴牙升了 然後Kelub 沒有時間 Fadeaway的打扮 也是Green 然後加蘭拉尼 硬硬爆上去 又是送Block Shop給祖夢特 真的輕鬆 好了 Block了出邊線 這邊OKC就發邊線波 沒時間 只有3.2秒 給到這個SGA 人蟲當中 這樣也被他Green 接拍來的時間 Kevin Potter Jr. 胃餅 Kelub輕鬆上籃 然後Kelub 在籃底也是輕鬆上籃 這邊SGA借的掩護 這個波還是不錯 最後祖夢特就多手 這些波其實整個 曹津的動作都已經做完了 祖夢特你還想Block他就沒可能 好了 基斯寶羅 在1分半的時間下 終於出來了 史努特今天表現其實很一般 好了 接下來騎士這邊 這件高位掩護的戰術 Zextun作勢要上 給到這個Kelub 藍底上籃 連拿6分 然後基斯寶羅 同樣的戰術 以騎人之道 還自騎人之身 他就自己上籃 然後聖盾 又是同樣的戰術 給到Kelub 連拿8分 回過頭來還沒停 又是基斯寶羅 高位掩護的戰術 踢到加蘭特 後撤步 很難的2分 都有 看看騎士之派利的進攻 祖夢特給聖盾 大出3分線 有些空位就射了 五入 祖夢特從天而降 然後格扣 Joe Engels Alinger 應該是賽季中轉會了過去的 難道真的是祖夢特FMVP 加法 都有 譚茂 好了 譚茂出來發這個邊線球 當然 把這個球發在基斯寶羅手上 借阿當斯是一個演戶 但是 擔著祖夢特就真的有點難 祖夢特握了一個板 OKC這邊 咦 他們不犯規 不犯規的話 大宗可能剩下3-4秒左右 他們是有Timeout的 跟上次速龍的情況不一樣 騎士這邊剩下5秒 加蘭特走位 沒有給到 給了加蘭特的3分 沒有 祖夢特 唉唷 差點拿到一個板 這邊OKC的球 應該會叫Timeout 如無意外 對 最後的邊線球 看看是怎樣 發給基斯寶羅 完全沒有戰術 基斯寶羅 幾十次貪 嘩這個球 一看就知道沒有 最後又卡基 克里夫蘭騎士 真的成功奪冠 看到Kelvin Potter Jr. 就舉起這個百音杯 但是最後的FMVT 會是給到誰呢 不是祖夢特 咦祖夢特 好像搖一搖頭 剛才 可能他不是很強 給到了聖盾 最後再看數據方面 雖然今天3分波 寫得比較頑 但是基斯寶羅的表現就盡力了 反而是第二得分點 就沒有出來 SGA是有10分 阿當斯的話有11個版 也算是表現得OK 騎士這邊有三巨頭 聖盾 Kelub 還有祖夢特 聖盾一免作率其實不是太高 祖夢特11分 8個版 還有3個Blockshot 最後再看FMVP聖盾的數據 23.2分 3分波比他的2分波還好 那我們這部影片 都是比較戲劇性 有誰會想到騎士鐵罐 對不對 好 今期的視頻就到此為止 喜歡的朋友 請幫我多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訂閱 103分 0 0 0